一连串花莲的暑期活动还要来看到 封冰箱下秋游游城记者会 5号上午是在花莲的芙蓉饭店举行 由近仆部落勇士的报信息仪式揭开了记者会的序幕 而多位的贵宾也都到场热烈参与 乡长邱富胜表示 花东海岸是花莲最美的风景之一 而封冰箱的人文特色更是多元丰富 他也邀请游客来到花莲一定要去封冰感受一下 在地的海岸美景 以及7、8月份的阿美族封年纪文化之美 在记者会的一开始 由近仆部落阿美族的勇士 以传统仪式报讯息来揭开了序幕 同时封冰箱观光大使宋少卿 也介绍了游客来到封冰箱旅游的11条游城 让游客行的便利玩的放心 花莲的封冰箱 其实我要说句实在话 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太狭长 所以要玩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我们的小公所特别设计了 就一个部落一个部落 每一个部落都找出我们自己部落的特色 然后希望大家来配套 你今天可以玩这两个部落 亲身的去体验在部落里面的生活 或者是在部落里面平常 在我们的村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做娱乐的 那么甚至有沉浸式的就是你到了这个部落 我们还可以介绍你我们的传统屋是什么样子 以及有我们的迎宾屋等等 最重要的当然也是我们的美食要介绍给大家 所以我们就欢迎大家来我们封冰箱相公所咨询 或者跟我们旅行社咨询 我们有不同的部落的点不同的村庄来有配套措施让大家去玩 包括山上的包括水里面的 乡长驱浮顺也表示 这次将延续去年的游城主题 在各部落产业合作之下 不论在经济上或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